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心靈女王妖安娜 我會繼續講關於業力 有關業力方面, 如果你想再知道多一點, 了解多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 我們做一個行為出來 就會對這個世界造成不同的影響, 包括自己 所以我們爸爸的行為, 媽媽的行為都不其然影響我們 而我們又影響自己, 影響父母, 影響下一代 所以什麼叫斷業呢? 斷業就是我不想再繼續這樣 當然我們就要停止和終止, 立即終止那個行為 例如我爸爸媽媽, 他們淤酒很厲害, 我也覺得挺好喝 為了要斷業力, 由於他們帶來的影響不太好 可能會身體有事, 影響家的經濟, 甚至他們的事業, 成就等等 因為淤酒的問題, 我們為了斷業, 我們在他下一代 我改變不了他, 可以改變自己 在自己這一代的身上就斷了業力 那我就滴酒不沾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的 就不用擔心說我這樣會太極端了 不會的, 因為本身有一個業力在, 你要找數 他們不找, 就你幫他們找 會不會帶來不好, 會對我好不公平 其實就不會的, 因為始終這個業力 你已經經歷過在你父母身上看到一些反應教材的效果 其實當你找清了數, 可能我為了他們 我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因為我沒有喝酒 我有這個戒律, 有這個良好的習慣 然後我會有一些新的代替 可能會喝好的茶, 或者喝茶道 甚至乎我會變成一間營養食品的公司 慢慢將你父母發生在你身上的健康不好 或者影響財政, 影響事業的問題 你就因為你在你那一代斷了業力 就變了不會再繼續下去了 這就變成在你的生命, 你一生人改寫了 可能有你的事業成就等等 然後去到又回到上下的時候 找清一條數 什麼叫找清一條數 真的有得看的 通常那些時候 你的父母就會開始因為你的身教 因為你已經滴酒不沾 這麼多年來, 可能去到四十歲 你父母就已經, 雖然年紀已經差不多老邁了 但其實他們就會開始在你身上看到 我的子女很成功 他滴酒不沾, 看來我真的不對 年輕的時候為什麼要喝這麼多呢 那慢慢去這個覺悟, 這個覺醒 有一個好業力 他開始會結身自愛 跟隨你的習慣, 你的業力, 你的行為 而去變得健康, 養生 那這個業力就叫做宣告斷了 就不會再有些不好的事 那你再生你的小朋友 由於你沒有這些不良的行為 所以你的小朋友都不會那麼容易 掉入這個淤酒的習慣 否則其實在DNA裡面 可能真的有這個容易的傾向 對於這個淤酒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的行為很重要 業力的影響也很重要 由於業力對我們影響這麼大 可以影響我們下一代 甚至我們自己這一生的成就 爸爸媽媽, 或者有一些 原生家庭的反面教材 作為一些提醒的話 其實好的行為就不妨做多一些 很多時候有些人都說 我不想原諒他 或者我不想幫那個人 我是很小器的 其實我覺得不要緊的 如果你們心態這一刻 真的未能做得到的話 那我們不如借助業力的種子 我們去做戲 藝莊地做一件好事出來 其實當你第一次做的時候是藝莊 第二次、第三次 就像我所說一樣 行為業力, 就像回力錶一樣 當你多大力扔出去 就會有些什麼回來 你會發現有些奇蹟 有些很神奇的效果 對方本來是一個小人 你會發現 他突然間今天對我很好 就因為你之前有幾個行為 有幾個業力 其實就是做了出來 而這個業力所帶來的影響 原來影響著它 也影響著你自己的果 因果的果 因為你做了不同的因 放了不同的種子 所以業力我們不要小看它 也不要介意 我這一刻不是真心 要不要做這件善事 我真的怕 或者想走運 所以才做這件善事 也不要緊 因為種子新言行 是佛陀所說的 所以這個種子 只要放得正確的話 它都一樣可以開到很美麗 很方向的花朵 今次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支持我 YOU ANNA 心靈女王頻道 記得叫多點朋友來訂閱 拜拜